当播澳门 《市民日报》《澳闻》 2022年1月14日 假里安涉贪案廉署交检察院征办 廉政公署继组前揭发 土地公务运输局前局长李燦锋 涉嫌贪污受贵案件后 日前再针对该局另一前领导 涉嫌受贵及清洗黑钱案 采取调查行动 并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处理 消息指案中公务局前领导为假里安 廉署指假为逃避征查 与相关亲属藏匿外地多事 至今仍未回路 而廉署在新闻稿中 更指该前领导假里安 与相关亲属的多个不动产 先前已被有关机关扣押 廉署昨日发出新闻稿表示 当情显示 该前领导涉嫌收售巨额款项 与不动产等利益 任职期间涉嫌滥用职权 在审批涉案商人 知建筑项目申请时作出不法行为 包括明知一些正在度申请的建筑项目 违反当局行政指引 或有关程序 仍滥用职权 对原有阶线图作出大幅修改 并发出新的阶线图 或以例外方式 发出建筑工程准照 和批准修改特别负担工程内容等 藉此令发展商在该等建筑项目上 谋取最大利益 透过亲友迂回收取巨款不动产 调查亦发现 该前领导涉嫌透过亲友 以迂回方式收取商人巨额款项 和不动产等利益 该前领导的行为 涉嫌触犯受贵作不法行为罪 和清洗黑钱罪 涉案商人和相关人士 就分别涉嫌触犯行贵罪 和清洗黑钱罪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由市民日报 联同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